大家好,我是书香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播出于2024年的科幻惊悚剧 Consolation群星 本剧已经播出了三集 而且剧情有些烧闹 我会在片尾加一些个人的解读 订阅书香哥 点赞本视频为我们的更新助力 故事开始 深夜一对母女冒着暴风雪赶路 电台里传来一个女性急促的求救声 情势越来越危急 仓氏已经一片火海 后排的女儿询问母亲对方在说什么 母亲告诉她对方说世界崩坏了 女儿又询问父亲什么时候来 母亲通过后视镜看了眼 女儿却没有回答 这是一辆警车出现在后方 母亲看了看副驾驶方的发光物体 情绪似乎变得很紧张 幸好警车只是路过而已 让她松了一口气 女儿再次询问爸爸发生了什么 两人来到瑞典北部的一座临终小屋 女儿看到房间里一幅 抬着天使的话十分好奇 母亲让她早点睡觉 于是女儿拿起平板播放起睡前故事 故事的主角正是母亲乔 她是欧洲航天局的宇航员 这段讲解宇宙知识的视频 她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乔把装着发光物体的包藏 在了外面小屋里 就在这时树林里传来了女儿的呼救 她疑惑片刻后冲回了木屋 发现女儿已经在床上睡着了 乔提着灯来到屋外 远方再次传来了女儿的呼救 她回头看了一眼木屋后 向着女儿声音的方向走去 时间回到五个月前 乔在距离地面460公里的国际空间站上 和女儿爱丽丝视频通话 今天轮到她和搭档去执行舱外检查任务 乔给她展示了空间站里种植的蜗菊 还有保罗与美国加州实验室 远程共同进行的冷原子实验 乔只知道这是在探索新的物质状态 具体原理她也说不出来 就在乔将镜头对着地球向女儿挥手时 保罗启动了冷原子仪器 几秒后巨大的警报声响起 整个空间站信号中断陷入一片混乱 似乎受到什么撞击导致外壁发生破裂 混乱中保罗的手臂被门夹断 乔也被一个东西撞飞了出去 不知过了多久信号终于恢复 地面控制中心立即让全体船员到 联盟一号逃生舱集合 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准备撤离 但乔发现大火堵住了她前往联盟一号的通道 只能和同伴前往黎明号实验舱集合 关闭空间站的增压系统灭火 等几人返回发现保罗的手臂被门夹断 正在大量出血 控制中心警告他们 空间站正面临严重缺氧和施压 让他们尽快去检查维生系统和逃生舱 同伴检查后发现维生系统 可联盟一号逃生舱遭到破坏 只有联盟二号逃生舱还能使用 但联盟二号只有三个座位 他们却有五个人 同伴认为保罗的手臂只能截断 否则根本动弹不了只能等死 而乔和查理则临危受命出舱修复生命维持系统 以及检查联盟一号的损坏程度 与此同时加州实验室里 麦克收到了冷原子实验的部分数据 在空间站发生事故的前几秒钟冷原子被成功分离了 他立即联系欧洲宇航局的控制中心 称这是非常重大的发现 一种只能在零重力环境中存在的全新物质状态 哪怕宇航员从太空站撤离 也要把冷原子装置带回来 穿戴好宇航服的乔和查理检查了生命维持系统 发现电力设备和供养系统电缆已经损毁无法修复 控制中心让查理去修理联盟一号逃生舱 而乔则前往修复刺激生命维持系统 那边摄像头全部损坏 无法提供技术支持只能靠他自己 当乔抵达后发现刺激生命维持系统 已经彻底被不明物体撞毁了 打开被撞坡的口后 乔发现里面是个橙色的物体 他拽住那东西使劲往外拉 惊恐地发现那竟然是一具不知道死了多久的尸体 他想要去抓住对方时 却因为保护绳长度不够 只能看着尸体飘入太空 控制中心立即派查理前去查看 他感到时只看到惊魂未定的桥不断喘息 他认为自己刚看到的 是穿着前苏联宇航服的女性尸体 俄罗斯宇航局内的一位女领导听到后 突然露出惊异不定的表情 很快空间站内传来噩耗 保罗失血过多心跳停止 经过急救也没能救回来 如今生命维持系统都损坏只能选择撤离 宇航局让三人乘坐联盟一号逃生舱返回地球 剩余一人留下用空间站的备用电池 修复联盟一号损坏的供电系统 因为剩余生命维持系统 只足以支持一个人存活 众人都知道留下的可以说生存的几率极低 就在这世保罗死后 只为最高的乔率先下达指令 让其他人先走他留下 联盟二号设定好返回轨道后脱离了空间站 看着远去的逃生舱 乔默默和他们坐着告别 空间站内的氧气只够他坚持19个小时 为了能返回地球和家人团聚 乔立即展开了联盟一号逃生舱的修理工作 虽然逃生舱内有维持正常呼吸的氧气 但供电系统损坏导致没有充足的电力 送他返回地球 他必须在逃生舱里储备生存24小时的物资 再用空间站其他舱的电池来替换逃生舱的电池 为了保持最大效率 国际太空站每隔45分钟将为他供应氧气和电力 以进行维修 就这样乔征分夺秒 利用剩下的19小时展开修理工作 另一边乘坐联盟二号的三名宇航员成功返回了地球 乔得知这个消息很高兴 可这时控制中心又安排了另一项任务 让他带回另一个舱里的冷原子实验堆新数据 这无疑又给他增加了逃生难度 乔表示自己不确定时间是否来得及 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去拿那个装置 求生的欲望令乔终于在第15小时左右修理好了电池系统 这时突然空间站舱门传来了诡异的敲门声 要知道空间站现在除了保罗的尸体只有他一个活人 乔疑惑地打开舱门查看 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敲门声音再次从不远处传来 他寻着声音竟然来到了冷原子装置的面前 就在这时乔眼前出现了诡异的一幕 他竟然来到了一个空旷的走廊里 敲门声正是从镜头的房间里传来 乔取下呼吸面罩向前走去 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串女儿的手面 可当他转过头又回到了空间站 这时身后传来女儿的呼喊声 可雪地中他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 诡异的是女儿的呼唤将他再次带回了小木屋 只见房间里一片漆黑 而空中飘落的鹅毛大雪 竟然时而停止时而恢复正常 乔推开房门后发现里面已经被冰雪覆盖 地上还有一只被冻死的猫 仿佛时间已经过去很久 墙壁上的画也从天使变成了恶魔 这时楼上突然传来敲门声 乔疑惑地走上楼 发现声音来自一个锁住的壁橱 橱门把手上也挂着女儿的手链 他打开锁发现女儿藏在里面 快被冻僵的爱丽丝紧紧抱住了母亲 问她这么久到底去哪里了 可乔只记得自己好像就离开了半小时而已 乔清醒过来后发现呼吸困难 跟宇航局控制中心也失去了联络 他查看手表才发现时间已经过了几个小时 空间站里剩下的氧气已经不多了 就在他在更换最后一块电池时 突然背后出现了一块白布 乔疑惑地看向他飘来的方向 那里放着的保罗尸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 他来到逃生舱内仔细观察保罗 甚至俯身倾听他有没有心跳和呼吸 确认保罗是真的死后 合上了他那同龄般的双眼 乔之后鬼使神差般的 向着黑暗询问有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声音 乔一边更换电池一边自言自语壮胆 却再次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于是将刚才录音重复播放 对方用缓慢的语速说着 乔停止呼吸 这里就是你长眠之地 录音中的声音正是死去的保罗 他打开手电来到逃生舱 发现舱门外竟然出现了一截手臂 乔打开舱门进入空间站 这里正是之前保罗被截肢的地方 墙壁上还有他留下的血迹 乔缓缓抓住那截漂浮的手臂 下一秒死去的保罗突然出现在眼前 乔吓得立即松手 保罗的身影又再一次消失了 逃生舱的电池系统终于修复 乔开始按照宇航局的训练执行撤离程序 第一步要输入返回轨道参数 由于通讯中断 他尝试输入昨天同伴离开使用的参数 却提示该数据已经逾期 乔愤怒地用手掌拍击面板 竟然跳过了这一步进入为期90分钟的返航程序 但想要成功着陆还是需要轨道参数 乔只好开始自行计算起来 终于在时间抵达前完成了计算 这时他想起了美国宇航局的任务 要求寻回冷原子实验室的堆心数据 他来到空间站将那个装置拆下 并在救生舱输入计算地返回轨道参数 乔也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返回地球 他录下自己对丈夫和女儿的深情一验后 把平板电脑扔回了空间站 随后关闭逃生舱门穿上宇航服 等待逃生舱的返航启动 可在最后一步时发生了B轴螺栓故障 似乎接口被卡住了 乔查看逃生舱的说明书 上面写着如果逃生舱遇到螺栓故障 需要在空间站另一侧舱门发射 这意味着需要两位宇航员来操作 可这时候空间站里哪来第二人帮他按下发射按钮 眼看就能返回地球却功亏一篑 随着空间站维生系统倒计时 所有工作人员都起立木崖 救生舱并未分离说明乔的逃生计划失败了 然而就在此时 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空间站内 乔惊讶地发现螺栓故障被排除了 救生舱成功和空间站分离开来 他疑惑地透过窗户望向空间站 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空间站窗口有个人影正注视着自己 三个小时后直到联盟一号救生舱进入大气层 地面控制中心才发现了他 但双方依旧无法联系 乔采用的是弹道式着陆 所以预判不到着陆地点 可能是300公里范围内的任何地点 航天局立即联系该地点的周边各国发动搜索 必求第一时间找到救生舱的着陆地点 乔的救生舱最终着陆在俄罗斯边境的一处荒漠 落地的撞击让他昏迷了过去 不知多久他终于醒来 发现自己浑身骨头都碎了一般的疼痛 乔强忍剧痛解开了安全带 看着外面的景色喜极而起 他终于回到了地球 打开舱门后乔贪婪地呼吸着久违的空气 却不料一只野狼向着救生舱走来 眼看死里逃生返回地球的乔 就要葬身狼口时 毕生枪想将野狼净退 一批俄罗斯军人带着宇航局人员 赶到将他救了下来 丈夫和女儿也乘坐直升机赶到 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说着关切的话语 麦克查看那个冷原子装置数据时 却没发现装置里突然冒出了蓝色的光芒 直升机内前一秒 女儿爱丽丝还拉着母亲的手 瞬间周围的人消失不见 只剩下他自己 而乔的眼前也同样发生了这一幕 他疑惑地看向窗外 可下一秒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女儿和丈夫通通都回来了 乔以为自己刚才只是产生了幻觉 闭眼靠在窗边的他 却没发现女儿和丈夫对视了一眼 看向他的眼神中充满着古怪 时间来到五个月后的血液 临终小屋内乔在浴缸放入热水 把冻浆的女儿抱进浴缸 他闻着女儿身上的味道 突然说了句奇怪的话语 你的味道回来了 这是热水器里的热水已经没了 乔准备再去厨房烧一些热水 却从窗户反光看到床上睡着一个人影 他提着油灯上前查看 竟然是女儿爱丽丝 乔转头看向卫生间 爱丽丝正在浴缸里洗澡 还说自己很冷 他正准备走过去 可身后也传来了女儿的呼唤 不明所以的乔再次来到卫生间 却发现浴缸里空空如也 刚洗澡的爱丽丝消失不见了 他大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是奇怪乔上前抱住对方闻了闻味道 却发现他的味道跟女儿的不一样 他询问女儿有没有看到他自己 可爱丽丝表示自己什么都没看到 乔让他立即穿上衣服 自己从小屋匆匆拿出那个冷原子装置 招呼女儿快点跟上他 他们要去寻找另一个爱丽丝 私立逃生返回地球的乔 接受了众多媒体的采访 说起太空战事故是来自不明物体的撞击 可记者疑惑太空战具备探测太空碎片的系统 宇航局上级听到乔说 他们听到警报系统响起已经来不及时 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语 事故原因在调查结束前无可奉告 在恢复期间医生给了乔一些红黄色胶囊 说这些是所有宇航员返回地球都需要服用的维生素 乔和家人来到保罗家中表达了自己的遗憾 第二天乔等空间站宇航员全被叫到了宇航局 开始播放当时事故的画面 乔发现了和记忆中不同的地方 他没听到视频里有警报声 可他记得当时很清楚地听到过警报声 但另外三人都纷纷表示自己没听到过 甚至其中一人还查看过系统报告 警报根本没想过 俄罗斯宇航局局长爱玲认为既然警报没想 那提供监测太空碎片技术的美国宇航局必须负全部责任 之后乔去舱外检查次级维生系统 他的摄像头出故障 所以并没有人看到撞击物 乔确认那是一具穿着前苏联宇航服的人类女性尸体 并且这具尸体干涸成木乃衣状 爱玲再次提出异议 前苏联解体至今已经32年 一具宇航员尸体要在外太空保存那么久 并且还能撞毁国际太空站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找出桥内实舱外活动曾询问其宇航服含氧量 认为是他大脑缺氧所造成的幻觉 爱玲再次展示出一些空间站宇航员丢弃的垃圾带照片 认为桥把橙色垃圾带看成了前苏联宇航服 目前俄罗斯已经破解了前苏联的所有宇航资料 谁上过太空什么时候上的都知道 但并没有任何宇航员在外太空失踪的记录 爱玲认为当时桥压力很大 产生幻觉也是正常的现象 会议结束后南上级找到桥 桥桥说如果焦点一直在他当时是否大脑缺氧的问题上 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那些俄罗斯人会不断试图证明他在撒谎 因为他们不想承认撞击事故 可能是由他们的碎片引发而成 可桥一直坚称自己的确看到了 上级叹了一口气显得很无奈 突然对方伸手想要抚摸他的脸 疑惑地质问对方在干什么 不料上级的表情比他还疑惑 桥也发现了丈夫约翰和女儿爱丽丝的异常 他称赞了丈夫的发型 对方却显得无比惊讶 爱丽丝遇到事情也总是向父亲求助而不是找他 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觉得他变得有些不像是自己了 在约翰给自己脱去宇航服后 桥主动地吻向了他 另一边麦克在实验室读取了冷原子装置数据 却没发现分离成功的记录 女助手检测后也没发现冷凝物 只有部分残留物 认为那物质也许在太空中 只存活了百万分之一秒就泯灭了 麦克却坚定地认为自己在救生舱着陆后看到的影像 和保罗在国际太空站做实验室的相同 即便现在消失了也不能证明该物质没存在过 夜晚麦克独自继续研究数据 屏幕上冷原子再次出现了分离现象 可就当他拿起手机拍摄时 手机屏幕中竟然和电脑屏幕显示的完全不一样 麦克只好用笔把冷原子分离现象画在了纸上 第二天女助手看到这张图 笑着说用手画图是得不到诺贝尔奖的 麦克解释那是他35年来的心血 为什么就没人相信他 自己看得到而别人看不到 麦克唯一能想到的解释就是观测者效应 除非是他的幻觉 与此同时爱丽丝和保罗的女儿正在玩捉迷藏 却发现对方把自己心爱的兔子玩具扔进水塘里踩了几脚 爱丽丝立即冲出想要制止 可对方和兔子玩具却消失不见了 爱丽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走出藏身的房间找到对方 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的兔子玩具 可女孩却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做过 爱丽丝告诉对方不要因为爸爸去世就为所欲为 而女孩却说死的人应该是爱丽丝的妈妈 两人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麦克在草地找到了爱丽丝 跟她聊起了自己研究的量子物理 很久以来人类都是以经典物理学作为标杆 经典物理学是测量和预测种种事物的基本准则 直到爱因斯坦等人的出现 开始研究肉眼不可见的微物质 原子粒子以及波形 从那之后经典物理学许多理论被推翻了 比如同一个粒子可以以两种不同状态存在 某个世界中这个粒子是黑色的 而另一个世界中这个粒子是白色的 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一个确限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这个粒子是黑色也是白色 它在黑白之间浮动 直到观察者出现为止 虽然听上去很不可思议 但确实存在于现实 它制造了一台机器送上太空想要解决这个难题 但对方似乎并不想被人发现 乔和丈夫事后问起他自己有什么变化 约翰表示他的确有变化 看向自己的眼神变了 变得好像喜欢他了 这时门铃声响起 迈克把他们的女儿送了回来 他来这里是感谢乔为他带回了那个冷离子装置 当时他逃生时间紧张并非一定要这么做 两人握手时乔却有一种异常的感觉 迈克是当年美国阿波罗登月的成员 他临走前给了乔一个忠告 只要曾去过外太空的宇航员都需要懂得明哲保身 第二天乔在事故责任调查会议承认是自己看错了 也许那只是个垃圾袋而已 一家人回到了位于德国科隆的家里 乔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蓝色汽车 疑惑地问丈夫是不是买了新车 他记得以前是辆红色的 可丈夫却疑惑地说家里汽车一直都是蓝色的 迈克参加了一场在邮轮上举行的宇航员采访节目 主持人言辞锋利 对当年的美国宇航局登月计划提出了抗议 认为那是草菅人命 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辐射水平极高 驾驶舱的厚度相对薄弱 宇航员很容易患上严重的辐射病 迈克解释飞船在穿越大气层中的泛艾伦辐射带 时速度高达16000公里 时间短到不足以让人体接触到放射性威力 自己坐在这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早知道主持人会问自己这种狗屁问题 就应该把他从船上扔进大海 面对台下的众多宇航爱好者 迈克坦言自己并没有坐上阿波罗11号 所以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登月 但他乘坐的阿波罗18号确定成功登月了 这些都在自己的自传里有写过 可一旁的主持人却说 他的书里充满着谬误毫无价值可言 书里就连他第一只狗的名字都搞错了 他认为有人为迈克编造了一个故事 要不就是他的记忆非常不可靠 采访结束后迈克非常气愤 他想起了自己离开俄罗斯前和爱琳度过的那一晚 对方说起他常常梦见外太空 梦见他永无止境地绕着地球旋转 迈克却认为他在隐瞒什么 为什么要在事故调查会议上拼令否认 撞击太空战的是前苏联宇航员尸体 爱琳没有回答而是说自己患上了晚七零八快死了 所以这是两人最后一次一起喝酒了 就不要说那些不愉快的话题了 邮轮上主持人再次找到迈克 登月时代由于技术问题 飞行器返航着陆往往里指定将落地点相差十万八千里 只有迈克成功将一个无人驾驶的舱室 降落在离美国航空母舰457米的地方 迈克笑到舱室里面有三人又不是只有他一个 只是他们死了自己幸运地活下来而已 主持人称自己曾当过三十年的警探 他说的疑点都是有事实根据并非凭空猜测 迈克坦言自己的记忆有好几个空洞 确实有些事情记不起来了 当年他确认返航前已经修好了阿波罗18号的所有故障 他在舱室施压昏迷前 两个同伴明明还活着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他们就死了 主持人继续指责迈克是个无法圆谎的骗子 却让他脑海浮现出搂着的爱琳突然变成一具干事 他激动地将主持人推下游轮掉入大海 迈克这些宇航员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时间再次来到五个月后的瑞典选宴 爱丽丝跟着母亲不断在暴风雪中前行 他将自己手串珠子留下当成记号 乔催促他加快速度 说那边有跟他们一样的小木屋 但不是他们真正的小木屋 走了许久爱丽丝再次看到雪地上自己留下的记号 他教主母亲认为那边并没有另一间小木屋 他认为人难过时会看到幻想 那些到国外太空的人都会看到幻想 乔提着油灯走到他身边 告诉对方他认为眼前的爱丽丝并不是他的女儿 那他的女儿又在哪呢 至此第三集完 看到这里估计很多同学都没有看明白 我来以正确的时间线树立下这三集的剧情 首先我们重新看一下迈克说的理论 同一个粒子可以以两种不同状态存在 某个世界中这个粒子是黑色的 而另一个世界中这个粒子是白色的 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一个确限空间 在这个空间中这个粒子是黑色也是白色 他在黑白之间浮动直到观察者出现为止 带着这个理论我们继续梳理 女主乔在空间站遭遇到了事故 多半是经历了一次或者是数次时空分裂 这就导致他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 而他遭遇到B轴螺栓故障时 多半也是另外一个时空的保罗 或者他自己就吓了他 再说回到地球之后 红色的汽车变成了蓝色 女儿和迈克也出现了幻觉 这些好像都能说明 乔似乎是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这一切的根源很可能就是迈克制作的那个机器 而且乔很有可能是处于两个空间中的缺陷空间 这也就能解释他为什么能看到两个女儿 至于后续的剧情会如何发展 女主乔是否还能回到原来的空间 找回真正的女儿 订阅书香歌 观看后续精彩剧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